可爱吗?这个似乎是个蠢问题。那么,为什么你会觉得可爱呢?这个话题可以追溯到心理学、社会学,甚至可以从物种演化的进化论说起。到底单单觉得可爱,是大众设立出来的标准,还是默默地刻在我们基因里面的代码呢? 大家好,我是矿工熊,人生的阅历就像挖矿一样,需要一点一滴深耕累积而成的。让我们每次花三分钟,开采出属于自己的宝石吧。 今天我们要来探讨一个有趣的问题,那就是为什么人会觉得可爱?或许你曾经遇过一只可爱的小动物,看到它觉得心情好了许多,这其实是种非常自然的反应。 研究发现,当看到可爱的东西,我们的脑部会释放出多巴胺和其他神经传导物质。这些物质能够引起快乐和愉悦的感觉,进而促进我们的社交和亲密关系。 那到底是什么令我们觉得可爱呢?根据统计,可爱的特点通常是,大眼睛,圆圆的脸,还有圆滚滚的身体。这些特点会让我们产生灵爱、关注和照顾等等感觉。 而这些普遍都是年幼或幼小个体的共通点。我们对于幼小个体的反应,其实和一体照顾机制有些相似。 在自然界中,一些野生动物会出现养育非自己后代的现象。这就是所谓的一体照顾。 但跨物种的一体照顾普遍出现在鸟类。一称作潮寄生,某些鸟类,例如大杜鹃,会将自己的蛋产在其他鸟类的潮中,让它们孵育和照顾幼鸟。 同样的,一些哺乳动物,也会养育其他物种的幼崽,无视掉食物链的存在。这种现象看似违反了物种间的自然法则,但实际上是种很有效的社会行为,可以增强动物们之间的联系。 进而促进群体的存活,因为动物养育幼崽时,会释放出一些荷尔蒙。这些荷尔蒙能够引起人类所熟知的母爱反应,进而增强对幼崽的关注和照顾。 被抓到的幼崽说不定,就因为这样才能存活下来。而这种机制亦在物尽天则的法则下,繁殖并流传下去。 同样的,当我们看到可爱的东西时所释放出的荷尔蒙,也会产生愉悦和亲密的感觉。这就是为什么可爱的事物能够让人们感到快乐的原因。 说到对可爱特征的演化,其实生物学上有种现象,叫做幼泰岩序。幼泰岩序是指一些物种在演化过程中,逐渐出现并保留幼年齐的表征。 与灵肠类动物相比,人类的幼泰岩序,是身体发育延迟,导致头部大,脸部平坦,手臂相对较短等特征。 这有可能是由我们的祖先一代又一代,选择有相对幼泰岩序的个体进行繁殖所引起的。 反过来说,幼泰岩序亦可能是允许人类发展的原因,而我们为什么觉得大眼睛,小脸颊的人很可爱? 或许是因为祖先刻在我们基因深处的代码作祟。 那么,你认为可爱的标准与什么有关呢?欢迎留言一起讨论,如果你跟我一样,对事物都感到好奇,总爱寻根究底,欢迎订阅这个频道,想知道其他的小知识,可以留言告诉我,我们下次见。